好回到蓝宣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五 我们呢要嘛呢就是一个人物梦想的单元 否则的话呢就对另外一个新开辟的叫做青春作伴单元 那今天呢又到了我们青春作伴的单元 这段时间以来得到不少听众朋友 我觉得还不错的回想 重点就在于说台湾迈进所谓的高龄的社会 那然后呢很多的不管是长一辈的这些我们的父母亲 他们其实都面对了一个需要被照顾的情形 而对我们这一辈来说可能是五六年级生或者四五六年级生 其实自己也会面对更长的人生跑道 但同时底下呢有下一代要去教养他们 要去支应他们 那上一辈呢又需要去照顾他们 所以中间这一代呢其实面临了很多前所未见的 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世代的责任 跟一些相关的处境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会规划青春作伴单元 希望跟大家来作伴的原因 那我们也找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些人 希望能够有不同的人生故事 那这些故事当中 每位听的朋友都可以从当中 找到自己可能的影子 或者呢寻找一些可能自己 可以去参考对照的一些对象啦 那今天呢很开心的到现场来的 我们邀请到的是 因为先前访问的一些人 不管是男的女的 很可能都还是多分在职场上 但是呢很多的女性朋友 即便非常的有能力 但是他们可能都因为家庭有小孩的关系 一度从职场退回了家庭 好那但是当孩子慢慢慢慢的长大了 那自己的年龄也渐长了 他们怎么面对下半回合的人生 那由家庭要重新再出发回到职场 或者寻找自己的人生新方向 其实可能会比起留在职场 来的再困难一点 一般人都会这样想 好但是呢今天很不一样的 是我们现场邀请到的呢 他非常成功的啊 从职场回到了家庭之后 其实他有了很不一样的 算是新的人生吧 你说他是不是职场也算是 但是更多的是兴趣 是一种人生方向 那今天很开心 在现场邀请到的呢 是中山女高 家长成长班的总招 对她是呢周戴莉 哈喽戴莉早安 安君好 戴莉呢很特别是我们刚刚聊了一下 她先前的职场呢 跟我有一段时间是重叠的 在东森 对东森电视 对对对我也在东森待过 但是她在节目部 我在新闻部啦 那所以呢 先前对 等于就是一个职业妇女 但是呢 后来就回到了家庭 所以现在的戴莉啊 她不只是在 就一个孩子的家长来说 是一个活跃的家长 还带了一个成长班 她自己呢 也是啊 这个故宫的特展的导览员 就她精通于美术史跟艺术史 然后经常会去接受一些 演讲的邀请啊 到处去说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发展跟人生 你以前 你以前有学过美术史跟艺术史吗 是读相关科系的吗 我不是相关科系的 完全不是 我学的是气管 可是我在东森的时候 我在接触 因为我做的大部分都是2D和3D的动画 做很多片头 然后后来东森离子以后 我又在广告公司当创意总监 所以对这方面很喜欢 是这样子 可是你念气管 但是你在东森那时候做的是后制 所以你是真的去设计那些动画CG之类的 片头 没错 那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啊 兴趣吗 对 在这之前我是在宏广卡通 在宏广卡通那时候 那时候因为我们想找一个 自己喜欢 而且离家近 薪水又不错的 所以宏广卡通在那边呆了 那个地方的美学训练算是还不错 所以你有小孩子 就组成家庭有小孩子之前 其实你的工作状态真的是很好 就钱多事少离家近 没错 我真的是还蛮幸福的 OK好 那这样听起来就比较合理了 就是包括接下来你在美术史上 就是包括自己的兴趣跟一些 可能你过去也是 职场上面培养出来的一些专业训练 就是了 这样的好 那你要不要先跟我们聊一聊 就是说 就一个女人来说 我觉得其实 她的一生会跟男性来说 在职场跟家庭中间 会有比较不一样的这些改变 跟复杂的东西 会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 你那个时候决定回到家庭 然后现在又决定走出来 他中间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转折 我先讲说我那时候是为什么要离开 因为我女儿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我跟我老公 就是商量以后就是说 希望说能够在家里带小朋友 因为那时候我儿子也是差不多幼稚园左右 所以等于是有一对很棒的儿女需要你照顾就是了 所以就把工作辞掉了 那辞掉因为我在东森到最后面 我是做到制作人的工作 然后我会常常开会啊什么一些 然后回家以后我就用这一套的方式 来教导我女儿 然后就是他写功课的时候 我就按时间说 你半个小时之内就要把它写完 就按那个计时器 都按计时器的哇 苦吗 就是我把它形成像上班一样 就什么时候你要做什么 什么时候要做什么 把它规定的好好的 那我女儿的压力就很大 其实从职场下来以后 应该是照顾这家庭 那小朋友更健康更快乐 可是我把我太多的期望摆在他们身上 他反而变成压力很大 我记得有一次是 我女儿考试数学考的很差 然后我到校门口接他 然后就远远就看到一个女生 一个小女孩 那时候他长头发板的辫子 一个辫子高一个辫子低的 然后哭着 一路上哭着回来 我说这小孩怎么回事 然后他跟我说 妈咪我数学考好长 那时候他才小学 小学三年级哦 结果我回家骂了他一顿 就所有难听话都骂了 我变了 以前我在公司的时候 人家都说我性情很好 EQ很好 是一个好长官 也是好同事 好同事 结果回家变得很恐怖的妈妈 很恐怖的妈妈 然后后来呢 我女儿那件事以后 我女儿就是考不好那件事 过了也就算了 可是我一个礼拜睡不着 真的啊 有点失眠 那次我就觉得说 所以你给自己压力其实蛮大的 因为我希望说 我那时候想法就是说 我为你牺牲那么多 你为什么还不好 其实有一件事就是中国人 受到太多儒家的思想 以前他们常常都想说 要君君臣臣父父子 对 武伦 武传 要对那个君主尽忠 对父母尽孝 然后对兄弟姐妹要有爱 可是当你想完这些以后 你的自己摆在哪里 所以每个人都觉得我是为你而付出 所以活的会变成委屈 其实还有一种一种活法 就像一朵玫瑰花一样 就像一朵玫瑰花 那玫瑰花它开的时候 它不会为任何人而开 它只要把自己开得更灿烂 更香 就会吸引周遭的东西出来 所以如果说一个女人 她可以活到这样 她就会变快乐 那我以前就是太多儒家思想 那个变得很压抑 我周遭的人也不快乐 你这个转变是很大的 这个心态上转变是很大的 其实这转变是经过很长的时间 因为那一次我发觉了以后 我觉得我可能有病 因为我的情绪变得很奇怪 起伏很大 我去看了精神科 所以那是有点类似忧郁症吗 对 后来医生诊断就是 我只要跟医生讲话 我就拼命的哭哭哭 我自己也不知道 就一直哭一直哭 所以那时候情绪有变成说是 因为你自我期许很高 而且你觉得你 你也因此 你为了他们欣赏这么多 所以你对孩子期许也很高 因为他没有办法达成 所以你中间就有那些落差 对 还有就是说 你真的从职场上退下来以后 你发觉你没有舞台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 就是我们要谈论 就对很多女人来说 她其实是有能力有才华的 尤其像这样子的人 而且你有这种自觉的时候 可能更觉得说 你心中可大了 对不对 对 然后就没有人看到你 对 那我就像空气一样 我老公也不注意我 谁都不注意我 那我每天就是 跪在地上擦地板 把家里弄得很干净 管小朋友 我发觉我没有舞台了 那我认同感没了 那我去看了精神科 她说我这是忧郁症 忧郁症她就开了一些药给我吃 嗯 然后那个药 那你们试的在过程当中 在去看医生之前 你有过 譬如跟你先生沟通 或是说跟孩子之间 有什么样的一些 试的去改善关系吗 其实很难 因为我自己没办法改善 跟他们沟通以后都是吵架 真的 所以那时候等于是家庭的气氛 变得好紧张 也不是很好 然后她去以后 医生就给我吃那个药 她要吃以后 我觉得情绪可以定下来 可是她要上网去查 她说忧郁症的药 你吃的话 你就会一直上瘾 一直要吃下去 我觉得那是很可怕 后来我吃了 大概一个礼拜以后 我就觉得说 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我会害怕 我再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就跟我说 这样子好了 你来参加我们的团体治疗 团体治疗就是很多 有这症状的人 每个把她的那个讲出来 然后我自己就想说 我需要这样子做吗 那我能不能靠自己的方式 那靠自己的方式 我要怎么走出来 第一个就是要人家看到我 然后我要有个属于自己的舞台 所以那时候其实你也还蛮知道自己的个性 跟自己的自我的期许是什么 我想那应该是忧郁症的初期 怕的话是忧郁症的重度忧郁症的时候 她会觉得她自己没病 我可能是初期 所以我知道我生病了 所以这部分还算是比较幸运 自己有尽早发现 有察觉 那这个是距离你从职场退下来回到家里面 多久的时间 很快 半年而已 半年就有这样的清理相态了 半年就有了 OK 那你这样接下来怎么样子去告诉自己 而且做到说好 那我接下来又有自己的舞台 那又有自己的空间 其实我一开始只想让人家看到我 让人家知道说我这个人还存在 然后那时候在小学里面有所谓的故事妈妈 那时候我想说最好方式就多跟小朋友接触 那也可以到班上看看我女儿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了 然后就到班上去 然后班上那时候 是毛睡自荐吗 不是 老师说我们不要故事妈妈 我们要班亲 那时候我就去了 我们总共有四个班亲妈妈就去 他老师就说 那我想你们讲的故事要讲 我想讲的那个属于说道德规范的书本 他有一大堆书本跟我们讲 我说好 因为我只想让人家看到 然后我们有四个妈妈都说好 后来呢老师说 我希望说你每次来讲这故事的时候 都可以把这绘本做成PPT 哇 结果两个妈妈走了 就剩我们两个妈妈 继续坚持下去 结果过没多久 那个妈妈也正亡 就剩我一个人 所以我就这样讲了一学 讲了一学期了 讲了一学期 到第二学期的时候 我就跟老师说 老师啊 那个也讲完了 那我可不可以讲点我想讲的东西 老师你想讲什么 我说 我想带给小朋友一些艺术史 因为我觉得这方面 尤其是在小学 我觉得台湾的艺术教育 要从小杂根 所以那我可不可以 带点艺术史给小朋友 他说好啊 那我第一次讲的是墨内 因为刚好有墨内在 哇 OK 那结果就发觉说 他们可以接受 另外再讲米勒 他们也很喜欢 你讲几岁的小孩 小几啊 其实那时候讲三年级 四年级的小朋友 那这个时间点我觉得还不错 就三四年级的小朋友 应该做得定 而且听得进去一些事情了 对 哇 所以一切的故事呢 是从蒙内跟马勒开始 那个蒙内跟米勒 对 米勒开始的 OK 我们续续带回到现场 好回到来纯时间 那我们继续和现场呢 邀请到的中山女高的家长成长班的 总招 她同时也是呢 故宫的特展 算是导览员周戴莉 来聊天 在今天这样这个青春作伴的单元里面呢 我们希望能够跟周戴莉 来分享一下她 从职场 而且入住到制作人 我相信对自己的一些能力啦 跟自己的一些表现是有相当期许的 但是呢 因为家庭的需要啊 那所以回到家庭之后 其实 一开始不是想象中的这么的简单 那也经过非常折磨的 这个过程 但是其实时间还算是 这个痛苦还算是蛮浓缩的 蛮短的 就在半年一年之内 然后你经历过了 你也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嘛 其实我觉得你这样子 算勇敢的地方在于说 因为你说你吃药 其实不到一个礼拜 对 我认识不少朋友 他们其实后来就是 都是一段时间 蛮依赖他的 后来比较稳定之后 才会想到说 那我要不要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去 你其实一个礼拜 就已经决定要靠自己了 对 因为我不想再这样下去 我会害怕 其实真的很害怕 就怕说真的会依赖 药物成瘾之类的 对 可是吃了那个药以后 真的情绪会变得比较稳定 可是问题是好 当你决定 不要依赖药物 用自己的方法去讲故事 那你不会害怕吗 觉得它成不成功呢 因为 其实我那时候没想到成功和失败 我只想说我走一步算一步 试试看 能够给自己多大帮助就是多大帮助 对我的成功的意思是说 那它有能够让你的心情 回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吗 其实跟小朋友分享 看到他们那么开心的时候 那种快乐 我比较有自信以后 就觉得比较好了 真的是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忧郁症最大一个东西 最大一个问题是说 你自己一个人在胡思乱想 钻牛角尖 需要把它走出来 嗯 OK 对 然后后来呢 后来就是说 就开始一路讲你的艺术史了 跟小朋友讲完 也后来我们里面的大风国小 也有所谓的故事 故事妈妈的那种 所谓家长成长班那种 他们就约我说 你要不要过来啊 来上课啊 我还不太知道 因为我知道 现在有很多的故事妈妈 故事爸爸 那倒铺老师 还有什么在游泳池旁边 盯着小朋友的那些 就爸爸妈妈参与 学校的这样子一些活动 越来越多 但是属于 爸爸妈妈自己 还有自己的成长班 有 有 像我们在大风国小里面 就有这种 像我们故事团的话 他已经成立 就是 有这种课程已经十几年了 真的啊 我们会请很多 优秀的讲师来分享 那反而就是说 是for这些家长的 不是针对小朋友的 对 我们有针对小朋友是讲故事 然后对家长 还有一个成长班 那种 ok 那他们就邀请你去 跟他们讲艺术史吗 是 他只是叫我过去 单那个听众参加 然后先是参加 对 然后后来 去了以后 大概半年多以后 就想说 那我也可以去讲一讲 我可以免费啊 所以你是主动提出来 我主动提出 可是一开始别人不认识我 其实人家都会拒绝 结果我后来又 持续的说 那我已经准备好了 什麽什麽可不可以 就是很厚脸皮的一次性 对 其实被拒绝的时候觉得有点难过 可是我想说 你不是想要个舞台 那你就再试试看吧 你这个过程当中 怎麽要给自己打气啊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 其实蛮不容易的 因为我觉得 当你从职场退回来 你刚刚讲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 你原本累积的信心 可能他会因为没有被看见 所以可能一戏之间会崩崩坏 对 但你如果说 重新想要再出来 但是就碰到别人 不断的打击你 别人可能 不是故意要打击 不是故意的 大家就说 那可能他们觉得 找个更有知名度的 会好一点之类的 那你要怎麽样子 估计有人说 好那我再问问看 你需不需要我 这种感觉是 因为那时候 其实人有时候走到 一个好像说 穷途末路的时候 你就要帮自己找出路 那时候又觉得说 我就是要让人家看到 我就想站在这个舞台上去 那时候非常的 非常想说 我就是要这样子 那也只有站上去以后 我才可以把我的病给治好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去讲 而且那时候跟小朋友讲以后 我觉得说 我可以讲得很好 你能不能让我试试看 后来他们就让我去讲 就有一次有个课程 他们把那个 团长说 不行 他那个 他说你有没有证照 我说啊 上课也要证照 我又不领讲私费 他说要 那我就不讲话了 那后来呢 刚好有另外一个人 他说他戴手工罩 也是我们里面的主员 他只是待了比较久而已 他说OK 然后后来他说 他一个小时没办法 他说那我就 就我们一堂课是两个小时 他说我只有一个小时 他说那还有个小时谁来补 他说 不是有个新人说 那时候才到那边办理了 那有个新人说 他还讲美术史 那就让他来好了 那我就讲 然后那一次我讲的是达文西 然后我把达文西讲得很好 一个小时 然后后面下面 妈妈就觉得反应非常好 就跟我说 你很棒啊什么 这样子 所以终于就让你拐到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对 可是到第二学期的时候 我又开始很厚脸皮的 打了电话说 这次有莫内长 我都准备好了 她说很抱歉代理 我们的课程全排好了 我说 那就没有办法了 她说没有办法 我想说 好吧那就算 结果还 因为那个妈妈 我们也很熟 她又不好意思 她说这样好了 你在实验室的时候 我给你一个小时讲 我说好啊 所以其实那时候 后来我说好 那我就讲了 这样以后就觉得还不错 后来我就自己接了那个故事团的团长 我就每学习排我自己至少排一堂课 就是有点这个假公祭司 也不是 我把课程都排得很好 洪南教授啊 还有郝广才啊 专其名啊 这都是我一起的讲师 都是知名的讲师 中间就插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自己 但是就是 照你这样讲 我觉得就是要够坚定 对 要够坚定 够有决心 又够有决心 因为到后面觉得说 好像不是那么难 然后 因为到后来就是说 其实每次准备这些东西 我自己压力很大 所以我在每次要还没有 就是还没演讲之前 我就先跟人家说 我这是要讲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就开始布许自己 一定要去做这件事 其实我一步一步走 有一半是说 强迫自己 嗯 那你的认真 你强迫你自己达成结果 其实很多人都在看 所以我们里面的主员就说 丹丽你在这边讲 都没有讲师费 我帮你介绍到一个学校 你去拿讲师费 我说真的吗 所以我就去了 第一个学校在天母的山芋国小 哦 所以在其他的国小讲 就已经 就像是你们原本的班里头 你会邀请外面的人来讲 对对对 那他们也邀请我 现在就到别的地方去讲 对 然后后来有一次演讲的时候就碰到 我请讲师的时候都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地方 他是可以帮我请到很多讲师的 那有一次他就来说 哎 你有没有那个什么 每个讲师的简历 因为我都会做一本 每个讲师的目录啊 还有他演讲的大纲 他翻翻翻就翻到我资料 他说 你要不要来讲美术史 我说啊 那我投协员他开玩笑 我说怎么可能 还过了一学期到下学期的时候 我就想找他 找个比较知名的讲师 他说 那个不重要 你先把你的履历表给我 嗯 我说真的吗 他说不然就不要请 我说哦 那我就把我履历表给他 那他帮我请的讲师 然后他就开始帮我排 哦 就在他们学校里面讲美术师 不是 他帮我排到很多福人社去加美术师 哇 那时候 所以机会是这样的 一个一个来的 对 其实也不是自己认真的 可是我觉得你真的 去认真做什么事 慢慢好的事情好运就会过来 然后到福人社 第一次我就非常非常的紧张 然后在之前就跟那个助理聊 我说到福人社 福人社 因为以前真的也不懂福人社在做什么 我说我们福人社里面 都是中高阶主管 嗯 嗯嗯嗯 对啊 那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呢 就会邀请一些人来演讲 我去演讲过 然后就有时候都觉得说 你要吃饭吃的还蛮专心的 那一个人在那边哇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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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谢谢他们注意 其实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对不对 然后我就问 那那个到底怎么样 他说 我们前面有个 请一个建筑师去讲 嗯 可是呢 他在上面讲不知道哪里讲错了 我说哦 他说 后面有个非常知名的建筑师 当场就吐槽他 他说 我说这样子 他说后来那个人 就跟我说 他从此不要讲 就把后面的演讲 全部取消 我一听吓了一跳 说啊是这样 他我想说那是男生女生 他说男生 我想说女生的话大概不会 被吐槽 是这个意思吗 就我第一场演讲去的地方是属于一个 那地方属于一个福人社 他可能属于比较早成立的福人社 就很有知很有历史悠久的 我第一场讲的是末内 因为我之前在学校讲都讲两个小时 可到福人社讲只有四十分钟 他时间不长 那我第一次又没经验又很害怕 那他们有个先前的餐序 那时候想说餐序我又不熟干嘛去 我演讲去就好了 就是也没跟人家先沟通 什么都没有 我去了 然后讲 那时候有点紧张 所以讲话的时候就有点大舌头 然后又没讲完 我就跟他讲说 还没讲完 那么再延长十分钟 那那些当然是那些成员都说OK 可是那社长他就不是很开心 他就敲一敲桌子这样子 可是我还是继续的讲下去了 讲完以后呢 我就说那现在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可以问喔 结果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说 老师你是哪里人 你的国语不标准 结果 怪怪的 结果一个人就很 就没有人送我 哪里讲私费 我一个人就很落寞的出去了 那时候心里就想说 那我还要不要再继续 我还要不要再继续 这等于是你从 学校里面 其实还算是还不错的一个状态 一个舒适圈 画出去的第一步 但是又碰到了 一段时间没有碰到的滋味 就是被拒绝的滋味 那天的天气也像 这几天阴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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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的那样 我一个人出去那感觉 特别的落寞 好难过 后来呢第二场 我的那个 还有第二场 我的经济点还是没有放弃我 他就帮我排了 因为我们家住新店 他排了新币 福伦斯 现在讲出来可不可以 到福伦斯以后呢 我想说 哎好啊 离家很近啊 还不错啊 我就很开心的去 然后就讲说 我应该会讲比上次好 因为这次我时间会比较掌控到 就全部讲完以后 然后那个他们会长就出来 他说 你们觉得周老师讲的好不好 很精彩吧 嗯 我说哎 这次可能成功了 嗯哼 后来他就跟我说 可是我们都听不懂 哎 哈哈 我想说完了 我又失败了 就后来我就走出来说 就碰到他们 他们福伦斯的一个 一个那个摄影 就跟我说 老师你是不是第一次出来演讲 我说 不是不是 我是第二次 哈哈哈哈 哎 我觉得你心态 其实这样子还蛮乐观的 而且真的还蛮勇敢的 试一次 不行第二次 第二次还不够好 第三次 好 我们学学的大家回到现场 好 回到蓝轩时间 在今天青春周拜单元 我们邀请到的是周戴莉 那他 他现在其实 应该还算是一个全局的家庭主妇 对不对 但是呢 学来过去这些年里面 他找出了另外一个呢 给自己的舞台 而且这个舞台 看起来呢 是自己寻寻觅觅 自己打造的 或是自己爬上去的 爬上去的过程呢 坦白说 还有点点辛苦 对不对 OK好 那所以你说你第二次到佛人社 大家听不懂 我觉得太深了 那结果呢 你真的接了第三次 对 然后我又继续第三次 第四次 后来到后面我们讲到韩石帖的时候 诶 很多人开始来跟我说 老师这个很棒 那我就想到说 对 上次有人说听不懂 我要再回去听一次 再试验一下说 我到底 后来就直接打电话给佛人社 说我能不能再去讲一次 哈哈哈 你真的很有感 后来 后来我就去讲了 叫人家可能也不好意思跟你说不要 哈哈哈 后来就是 他们就觉得还不错 就陆陆续续这几年 我就让他讲了将近六十个佛人社 真的啊 然后 在佛人社这方面 那你都讲一样的题材 因为反正不一样的佛人社嘛 还是你都讲不一样的题材 其实我有很多题材 他们会选 哦 这样他们选 对 然后我也到那个诗词会 有个末文读书会去 嗯哼 然后末文读书也很可爱 因为他们的是 一年一个月一次的 嗯哼 然后说他们请了老师不重复 因为要新面口 可是我已经在那边讲了第五次了 啊 特别很受欢迎 那这是在外面 在学校方面 我还是一样有在推 还有大人的地方推了以后呢 我就觉得小朋友的地方 应该也推一点 所以就跟学校讲说 哇 可不可以每学期办个 与同学有约 嗯哼 与同学有约就是 跟很多小朋友讲美术史 嗯哼 让他们及早就去接触这些 嗯哼 那可是 你觉得效果还不错 效果不错 对小朋友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美学教育 对 然后这几年呢 我们就推把一些故宫的东西 推出来 嗯哼 对啊 你后来是怎么跟故宫结上缘分的 对啊 下面就接到那边 就把故宫的东西 就讲给小朋友听 讲了这个 就讲了艺术史 他反应都还不错 嗯哼 那我想说 那我们就来办夜访故宫 夜访 为什么要夜访 为什么不白天访 嗯 因为第一个夜访就是我们在 因为现在故宫是一二三四五都有嘛 对不对 以前的时候只有礼拜五 礼拜六礼拜天 所以我们在礼拜五放学以后来办 第一个不会影响到小朋友的 哦 上课时间 第二个晚上的故宫路客少 又安静 然后去看看晚上的故宫美的不得了 他整个灯光打下来跟白天完全不一样 诶我还不晓得故宫晚上有啊 有 他不是为你们开放是本来就有 对对 哦这样子 到几点 他到九点 哦 OK 然后夜访故宫的时候 因为 嗯 那个就是故宫的导览老师晚上是不值班的 嗯 所以我就要去透过关系 邀请导览老师 因为小朋友去一定要导览老师介绍 嗯 對啊 才听得懂 可是我们会在之前先做 去之前的 就是之前教育 就是之前教育 嗯 先准备一下 先里面 定个底 然后后来就 在这个时候就认识很多故宫的导览老师 嗯 嗯 他们也觉得我还蛮有热忱也很愿意帮忙 我们那时候去一次是两台游览车 八十几个人 哇 我们要三到四个导览老师 嗯 然后他们的反应小朋友反应都很好 那导览老师就说 但他们看到青铜器就说 那是什么吗 他们都会答 导览老师说 哇你们小朋友 大膜小朋友素质好好 后来他说 代理你一定是金钱有帮他们上课 我说有有有 恶补 恶补了一下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一块 就推的还不错 嗯 其实我们夜仿故宫 这样办下来 就是小朋友的美术史 已经办了差不多四五年了 四年了 哦 诶 那所以从你刚刚讲到的时候 从你开始 这个去讲故事 然后讲美术史 然后开始去福人社呢 再到故宫 总共几年了 哦 其实要算一算 我女儿二年级的时候去 后来她毕业了 嗯 国小毕业了 国小毕业 那我儿子国一开始 就是小一开始就在里面 所以这样讲讲 应该有个七年了 六七 六 其实我没有说 你女儿现在多大了 我女儿是 哎对这样推算 对啊 她是高二 高二 五家 嗯 不止哦 十年了 国中三年嘛 高中两年就五年 然后呢 国小是从小二开始 还有四年 四年 就九年了 九年 可是中间有两年 我是在重光带那个家长读书会 所以那两年在当工是缺席的 OK 但是整个这样子一路替自己打造舞台 或者寻找舞台这些事情 九年了 对 嗯 OK 其实时间过得还真快 嗯 然后呢 你原本为了解决你本来的这个问题 包括忧郁的问题 包括跟家庭生活 这样子的一个过渡 从职场回到家庭 不太习惯的问题都解决了吗 嗯 有越来越好的 越来越好 还有我认识很多故宫老师以后 所以他们有什么展览 或是说 嗯 要考试的时候就跟我说 带一点点来试试看 嗯 因为我想说 每次请他们很难 那我能不能帮我们自己小朋友导览 我就不用那么辛苦的去找很多老师 嗯 所以我就开始到故宫去了 嗯 所以一切 所以现在对你来说 其实是一个最忙碌的时候 嗯 因为我们的爱奇展要开展了 哦这样对啊 因为现在你现在又有故宫的特展 嗯 然后呢 你在学校里面还有吗 还有这些美术史啊 还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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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然后你可以继续在那个国小继续讲故事吗 可以 还是想跟着他一起成长 我还会在那个国小讲故事 现在都还有在那里讲 他都是这样维持下来的就是了 对对对对 那你的演戏是演给谁看 哦 我们在大风它有个戏剧组 哦 戏剧组就是他每年会有个戏嘛 给小朋友 就演给小朋友看 我们学校小朋友 嗯 然后还有到偏向去一演 哦 所以等于就是因为你的孩子在这个国小的关系 所以你跟这个国小之间 呃 结了一些缘分 所以你就会可以持续在这个国小里面 是的 就是教新一代的小朋友啊 这样子继续下去 是 没错 哦 那对你来说好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那但是呃 呃 现在是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 嗯 那你觉得这样子可以继续下去吗 因为很多我们要聊的是 其实碰到呃 现在譬如说五年级生 嗯 也差不多是人生半百的时候 然后呢 先生可能有一天你要从职场上面退下来 嗯 孩子有一天可能要长大 像我就有一些大学同学 嗯 他们的小孩就大学毕业了 然后呢 其实越来越有自己的天空 自己的世界了 嗯 也不太需要你照顾了 嗯 那甚至就有那种空潮期的感觉了 嗯 那像这些部分对你来说 呃 会不会有任何的恐慌 或者说任何的 呃 不踏实 或者你会想到说干脆回职场算了 因为既然你那么的 喜欢有个舞台 虽然现在舞台也还不错 但是如果说 以前还要过着小朋友 但现在小朋友也长大了 会不会干脆就回职场呢 哎 其实年过半百 回职场好难哦 哈哈哈 有想过吗 其实 其实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现在的一些规划 嗯 那我希望就是说 我现在 好像说演讲能够再多接一点 嗯 也很棒 然后故宫导览的地方也可以导览更好 其实在故宫导览再跟到外面演讲 其实有加分 嗯 嗯 其实还不错的 那这次呢 像今年我也想说 哎 一直觉得想再读个研究所 可能会再抽个时间去读个研究所 哇 读研究所 什么什么研究所 呃 现在 不能讲 哈哈哈 真的吗 好怕考不上 我以为你想说 哎 你应该讲出来之后 这样子也没有退路 哈哈哈 能够讲说要考研究所 就已经不错了啦 对啊 其实代理的方法很有意思 我刚刚再跟大家聊 就说事实上 你是属于第一个 你会不断的给自己更多的目标跟计划 嗯 而且你是一个很勇敢的 而且有点点故意的 把你的计划讲出来 嗯 让自己呢 必须要去完成 是不是 嗯 OK 那所以你接下来想要再念研究所 对 那然后呢 为什么研究所对你来说 你会觉得这是重要的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一直很想 因为我觉得现在 你真的拿个 嗯 大专的程度的那个 我觉得 感觉上 就一直觉得这地方是个缺憾 所以一直希望说 能够补足这一块 嗯 我还蛮喜欢的 所以 所以你现在有一点点 在补足自己人生的缺憾 是 没错 去尝试以前想做 而没做的事情 这样子 哎 这么蛮有意思的 我们休学再回来 好 回到蓝旋时间 继续现场邀请到的周代莉 啊 来聊天 好所以呢 从一个职场 然后父女到了回到家庭里面 当家庭主妇 那转眼之间快十年了 呃 替自己找到了一个 在家庭之外 带着一对儿女 啊 这个陪她们长大的同时 自己也有的舞台 好 但这个舞台呢 是可以继续走下去吗 就人生所谓的下半场来说 要不要干脆回到职场呢 但是刚才代莉也说了 其实要回职场 好难哦 其实现在在职场上的人 想要留下来 尤其在退休年龄 这样戒的时候 其实都不见得那么简单 当然 就更何况说 如果你离开职场那么久 又再回去 其实真的 不简单 哎有没有人 在你认识的家长里面 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他是进出职场跟家庭 数次的 成不成功 呃 有 我们里面有几个 也有是不是 还不错的 就是还有 还有是台大法律系的 结果现在也是职场退下来 带小朋友 哦 那然后呢 再回职场 目前还没有 那也有一些会计师也是这样子 OK 对 其实 像我自己的话 其实并没有规划说 以后会怎么样 我只想说 像我们这个年龄 多交朋友 多走出去 先把自己顾好 嗯 然后努力的去把现在的事 把它完成好 嗯 因为我这一路走来 我发觉说 只要自己准备好了 机会就会过来 嗯 就是 嗯 如果花开放了 蝴蝶就会过来 嗯 其实不需要太担心很多事 因为 上帝关了一上门 一定会帮你开上窗 嗯 所以这是过去你这段时间一路走来 你自己的 对 就是等于是你自己的实证经验就是了 对 因为很多机会都不是我极力去争取 嗯 而是当我准备好以后 那个机会就过来了 嗯 我相信 人生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只要我们都准备好的话 嗯 嗯 ok 那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说 嗯 你大部分有点像是志工 然后演讲当然会有一些演讲费啦 是的 但是嗯 就一个生活所需来说的话 可能不见得够 那 嗯 孩子长大以后 你会不会担心那种 他们养不养你的问题啊 然后因此接下来 你可能除了你刚才讲到的这些 是比较属于你自己的兴趣之外 会有财务上的压力啊 嗯 因为还好啦 就是我老公那地方他自己开公司 嗯 所以在财务上面会比较好一点 还有在我之前 我存了一些钱 因为之前我的所得也算蛮高的 嗯嗯 就存了一些钱 然后 我有在目前有做一些理财的规划 嗯 对因为这是就 所谓的人生下半生来说 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都有 有 所以其实说现在小朋友 我们是最最辛苦的那一代 我们是要养父母 要养小孩的那一代 对 就是三明治的中间 我们这一代以后 也没有什么小朋友会养 养父母了 你也是这样子想吗 我是这么想 我发现有些我们同辈的人 他们会因为这种担忧 所以会常常 耳其蔑蔑她的孩子说 记得要养我 然后这个爸爸妈妈 含辛茹苦 你不是这种 你就已经看开了 觉得他们应该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压力很大 嗯 也很大 像我女儿就说她 她希望她的大学 我觉得在香港会是大陆 哦 我碰到好多朋友的小朋友 都是这样子想 对 都要离开台湾 因为她觉得台湾的机会变少了 嗯 他们自己这样子觉得 是她主动跟你讲的吗 对她主动讲的 嗯 OK 那如果当她要去香港 或是大陆 或是其他地方的话 那你其实你要准备 可能是不是更多的 学费 还是说她 更有自信的说 欸我要自己去 拿奖学金 我跟她讲 你要出去 你就要自己拿奖学金 哦 你这个妈 这个挺酷的 因为我们可能 不会要她养 可是我们也没有太多的 余钱 去养他们 是 所以小朋友 你不要给她太多 要让她自己开始独立 自己去想她的未来 该干嘛 嗯 所以你们是用这种教育方式 是的 要他们自己去独立 对自己负责就是了 对 然后我们也不会说 因为她的 去把她拉回说 我以前没有实现的梦想 是什么 你要来帮我实现 我们会很尊重小朋友 嗯 所以你觉得这代人 跟上一代 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在教育小孩子 因为我发现 对你这样子想 其实 我觉得这一代好像是被迫的 也要很洒脱就是了 是啊 因为 你说科技啊 这时代变迁太快了 嗯 你现在觉得最好的科系是什么 像我们那时候 我们觉得法律系最好 嗯 对不对 都是要高分 可是 记得以前我们公司 要踩的第一个部门 叫做法务部门 嗯 嗯 所以说 这个时候我们觉得第一自愿最好的 过了 到他们那个时代不见得是 是 没错 所以他们所有的路要由他们来学 嗯 我觉得你可以有这样的认知 跟你刚才讲到说 刚刚开始回 回到家庭的时候 对他们的要求这么的高 对 其实你的改变蛮大的 是蛮大 现在回想过来我觉得差好多 嗯 欸好 那如果说对孩子 对下一代的想法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心情上面 是真的就可以更自在了 就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 就说欸 你会觉得说 其实这段时间 是要补足你人生的缺憾 对 欸这个想法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但是 譬如说 举你自己的例子 你有什么样的缺憾 然后你要怎么样子去可以 替自己创造机会去 去补足它 嗯 像我一直希望说 我记得我以前的梦想 就是单老师欸 真的吗 欸那你这样子做到啦 就做到了 就一步一步的去做 就喜欢讲话就是 对 然后 有一次呢 我们在志工表演的时候 我们就说欸 那志工妈妈来表演一个舞台秀 就服装秀 欸我小时候也好想当model欸 可是我条件真的不行 所以那是她 不过她代理很漂亮欸 我身材差太多了 然后 就叫各个要更高就是了 对 然后来他们就说 要找这些 找一些志工来 而我第一个说 我可以报名 这不是我们以前的梦想吗 虽然是很暖的 就是走舞台就是了 我也可以去走个一两次啊 我觉得也不错啊 就很好玩 就是人生有时候可以潇洒一点 去找你的梦想 去追你的梦想 不用害怕 因为踏出去了 就是踏出去了 即使不成功 你自己也没有什么缺险 也没有什么损失嘛 对不对 只是你试了 你就不会觉得遗憾 OK 所以对你来说 但是你自己觉得到目前为止 曾经圆过你人生想要的梦 而且原本觉得遥不可及 现在做到的 一个是舞台秀 走 有點像model一样啦 走伸展台 再一个当老师 再来一个念研究所 还有当导覽老师 因为我以前去看人家导覽老师 都觉得说 哇他好棒喔 真的嘛 OK 所以你真的就是面对未来 而且我的未来可能还蛮长的喔 嗯 你不会有什么 担心啦 恐慌啦 或是觉得有点彷徨 都不会 其实我觉得 人生里面 因为以前我们也会去担心 非常多的事情 有时候晚上也睡不着 可是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 发觉他并没有那么的痛苦 并没有那么难的去熬 最难熬的是你在害怕的那一阵 所以现在很多事情 我不会预先去设想 可是我觉得事情到了 事到临头的时候 一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可是我们要乐观的方式 乐观正向的去对待他 嗯 OK好 非常谢谢周代莉呢 今天到我们的现场来喔 那所以显然的 其实一般人 对家庭主妇的想象呢 可能会更静态一点 或者说呢 可能更局限性一点 但是呢 在周代莉的天空里头 看起来也是自由飞翔的 好非常谢谢戴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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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